因為大家對我的印象都是 胖胖的啊 然後 耳音慢慢的 然後或者是憨憨的 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棒的挑戰 阿咖因為也是看那個演繹前輩 也沒錯 因為正如果跟那些弟弟妹比 真的是前輩 阿咖因為也是看演繹前輩 阿咖因為也是看演繹前輩 因為正如果跟那些弟弟妹比 真的是前輩 本來我自己來到這邊 我對於自己的期許就是 希望就是 因為大家對我的印象都是 胖胖的啊 然後 然後或者是憨憨的 但是我覺得 這幾季全明星運動會 給我最大的感觸是我覺得 可以在一些不同的地方 或不同的領域可以證明自己的話 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棒的挑戰 所以我就是 當然我受到了那個 紅隊的那個 心提 鼓勵很多 因為我跟心提是蠻好的朋友 然後我在這個節目上面看到他 很大的成長 不管是心態上面 或者是 他整個人就不一樣 好 吳心提呢 所以被紅隊 暱稱為 他上輩子應該是精靈 所以他射箭很準 也是9分 心提 空氣手槍非常的準 對 他其實是 10分 10分 已經大會記錄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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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心提 三發三命中 這已經是頂級的紀錄了 寫下大會記錄了 吳心提 第一球就投進 這球 這球 你問了 他有球帶 他有球帶 好準 吳心提 心提只要在一個三分球 就投進了 請宣布 請宣布 得獎的是 心提 不管別人看不看好你 你都一定要相信自己 然後永遠都不要放棄自己 要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 我覺得運動就是 帶給大家就是最大一個點 就是他的 看事情的角度的心態 我覺得這個小女生成熟了 然後我也想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來這邊 就變成大規格了 因為我看前幾季 很多都是有 有更 呃 更 年長 也不是年長 就更 資深的前輩 然後可以帶著我們一起這樣子 當然我覺得 加入這個大家庭 我覺得是很有使命的 有自己 對我自己的啟示 即便我可能 運動能力沒有像 那些弟弟妹妹們那麼好 但是我要挑戰我自己 來 هي 都想要... 鄉 kelijk 就不想要 我